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妻子 似神带走了你的气息 却没能带走你的美 传着和 你喜欢我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 就在这里 我要在这里安息 长眠在这里 我要将这不公平的命运全攀搅乱 你以为你的一百万可以听我摆冰蟹是不是 你毁掉了我一生的梦想 我毁掉是你的鲁莽 是你的鲁莽 为你带来宰的 再看最后一遍 最后一次拥抱 嘴唇 这个呼吸的梦 就让这次亲吻 和死神签订一个永恒的契约 再安慰过错 温柔该如何无忠 谁听过分手的纲 谁下过的承诺 懂得迁就我 人潮在多影 谁舍过太多 谁想等过我谁结果 谁想等过我谁结果 却走到你我 最后一场 自尽情出见 爱过 我爱她 我好想给她醒我 你得他 我来 我来 我去抓住 快抓住 我去抓住 只有我 拿步 快抓住 只有你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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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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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搞的 怎么会打成这个样子 志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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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我不要跟你说话 医生 医生 志昊 志昊 志昊怎么样 我儿子怎么样了 刚才做了吸涕 大脑没有损伤 只是额骨骨裂 骨骨裂 这么 骨骨裂 刘一鸣呢 你剧院的人都去哪儿了 人呢 莫董 我们出去说吧 刚给志昊打了止痛和暗电 让他休息一会儿 走了 真好 真好 对不起 走 走 这件事情的我们剧院 的确是负有责任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您儿子先动的手 当时现场的许多观众 和台上的演员 他们都亲眼看到了 看到了 你为什么不说 我儿子动手的理由呢 我会保留追究剧院 责任的权利 美 搞冲突 再说 制衡受的伤 也不是那么很严重 骨头都裂了还不严重啊 要把人打死才叫严重吗 我不说了 丁院长 这样 你们先回去 以后有什么事情 咱们做下来 再慢慢解决 好不好 也好 也好 需要有人帮助的话 不需要 好好好 再见 哇 陈离 太很可恙了 帮流 放 Lock 淑巢 这一桩园 ln70 叔叔 阿姨 这件事 你给我一个解释 阿姨 对不起 这件事都是我不对 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 你就是这样回报直衡的吗 你就是这样不辜负直衡的吗 是 也许你并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 可是你做 你做了最理他难堪的事你知道吗 不说 对不起阿姨 你走 你走啊 离我儿子远远的 莉莉 你先走吧 从此 你给我记住 走出之后的生活 我自己来的核子 你这就是对不起 我都知道 我来靠近书 Country 快去 我来靠近书 你们的不能买她 还是要靠近书 是不是 你去乱 你不要去乱 你不在乱 为什么要这样 你知道你离开我身边以后 我是怎么度过的吗 我不止一次告诉我自己 我不可能再爱你 可是我做不到 我 谁听过分手的纲 剩下过的承诺 懂得迁就我 人潮在多因 协生过太多 谁想的不是结果 却总散了你我 曾经清楚这爱过 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去吧 相信你一个海浪般的夏天 一起肩并肩穿过繁华的夜 却下我迷失在无需的心结 等待你等我携手走来 这路口迷失爱情消散 在雨中线索 隐藏着重重结果 过那个世界 替路人的街 停在这一月 我为什么要回来 我为什么要回来 孟丁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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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着淘汰 所有的依赖 带着爱的孤雷走开 承认感情 你已经漂白 相信你一个海浪般的夏天 一起肩并肩穿过繁华的夜 剩下我迷失在无需的心结 儿子一晚上又没回来 昨晚上是最后一场演出 今天又要走 和哥几个还不得喝一场 儿子回来了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玩 你这儿脸上怎么了 妈 我没事 妈 怎么叫没事啊 老头子 我怎么看她脸上 有被打的感觉啊 不会吧 她不是化妆演出吗 没卸妆喝酒去了 你呀 行了 我去买早点去啊 好 你收拾收拾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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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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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了就是 大早上这么大火 你看看 你看看吧 这不是在 悲恐天下不乱吗 这件事情 必须马上解决 你打算怎么解决 我在想 要不要起诉留一命 不好 不好 那也要澄清一下事实吧 凭什么这么胡说八道啊 凭什么说我儿子挖墙脚啊 我儿子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呢 这样吧 我一会儿给包车主编打个电话 这新闻是负责任的 他们不会去医院骚扰志恒吧 那你赶快先去医院吧 哦 我这就去 我这负责任的 让开玩笑 我比如说 哎呀 哥 老板 知道 世恒 这杨的伤怎么样了 我不太清楚了 你走呢 还有一段时间 走之前呢 到医院去看看之恒 给他当面赔礼道歉 男子汉 敢做 敢当 江儿 那个北京挺冷的吧 我们带的衣服够不够啊 没关系 现在是夏天 北京也很热 冬天呢 冬天挺冷的吧 那总得买一些衣服吧 对 冬天是挺冷的 到时候得多买点些衣服 多买些衣服啊 海州这个小地方呆了那么久 还真是呆够了 都注意休息就可以恢复了 王医生 莫董你来了 没什么吧 没什么问题 好好休息几天就可以恢复了 那我们就不用 我们住院观察了 是的 我们到下面办出院所续吧 好 爸 没什么问题 给您添麻烦了 给您添麻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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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一鸣 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好 怎么会弄成这样的 你说你和志恒 对不起阿姨 今天我过来是跟您道歉的 不管怎么样在那样的场合 我比志恒大 我应该更冷静一些 你和志恒 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好朋友 我和你叔叔都把你当自己的孩子 我对不起您跟叔叔 需要您可以原谅我 我明天就要回北京了 你要走 你要走 那 阿姨祝您一切顺利 阿姨 我可能有一身子都回不来了 您和叔叔一定要保重身体 一鸣 一鸣 阿姨有句话 不知道能不能说 也许 会有一些过分 阿姨您说 阿姨希望 希望你尽量少回来 特别是在最近这段时间 如果一定要回来的话 最好低调些 我都懂了 阿姨 我可不可以在走之前 再看一眼之口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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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来 是和你道歉的 你如果不方便说话 可以不说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 都是因为当时我不理智 和孟妮没有关系 我希望你和你的家人 都不要为难她 我会离开这里 从此以后不会打扰你们的生活 怎么办 离开这个地方 离开属于你的海州 站住吧 什么叫我的海州 你想听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吗 就像如果今天住院的是我 我一定会住在旁边七八个人的病房里面 甚至是在医院的走道里面打钓匹 而不是这个单紧 就像当初我想帮孟叔找一个好的疗养院 即使有钱也找不到好的床位 而你只需要一个电话 就像我毕业三年了还在为了生活而跑龙套 你毕业三个月就可以当上一下公司的总经理 就像我之所以会放手 是因为你和你的家庭可以给他所需要的一切 而我除了感情以外 一无所谓 但是张志和 我一点都不记得 因为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告诉你 我不服气 如果有一天你可以离开海州去试试 完全靠你自己 去试试 确实捞 大大 过来 大大 太有意思了 还给我 看看 张总 就是张总 对了 张总昨天晚上横刀夺爱 当着全场观众的面 动手打人了 结果被人家给打了 不会吧 真的假的 我看张总平时 可是很冷静的一个人 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女孩 就叫孟妮的那个 原来跟刘一鸣谈恋爱 后来看我们张总有钱 就跟刘一鸣掰了 我更倾向于她的说法 张总对孟妮早就有意思了 爸 喝一口吧 爸 都一天没吃东西了 就喝一口 来 帅 爸 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拉肚子了呢 得赶快好起来 好起来 我可以到处带你转转 我现在有的是时间 之后也不理我 他让我走 你要走 我不走 爸 我就在这儿陪着你 我哪儿都不去 要不 不 咱们回家 就咱们两个人 好 好 回家 就咱们两个 还有你妈 还有你爸 我为什么会把事情搞得一团走 把梁智恒和一鸣 约到那么好的朋友 现在却因为我 我会把梁智恒和一鸣 我知道智恒对我好 我也想回报 可是一鸣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能力抵抗 他明天就要走了 我多想不顾一切地跟他一起走 可是爸爸怎么办 躺在床上的直恒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只能觉得你转弹那场戏非常不合理 我始终觉得你转弹那场戏非常不合理 那场 三十七场 太快了 我应该算少了 快到了 刘一鸣到了 大爷 我是刘一鸣 坐吧 明哥 小刘 还认识我呀 喝到等你可等极了啊 你今天要不拿这真本事 我脸上可挂不住啊 好了 阿明 我们就开始吧 小刘 这个画的这个部分呢 是你的台词 你准备一下 好 天呀 我还要熟 我还把这些色彩 我还要学习 你还要不太乱 哦 我还要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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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瓦呢 好吧 你妈妈在楼下跟我发老子 我上来多好 有的时候我一直在想 你们这一代人哪 没意思 生活太平淡 人生的道路又太狭窄 也许这是一个好的年代 可是造就不出完美的人生啊 我们这一代人 经历过最艰苦 也是最有激情的年代 也懂得真正的人生 应该是什么样子 所以 我啊现在总结出了一个道理 你不懂 这不能怪你 因为 你没有时间去体验 什么道理 人生 除了生死 没有什么大事 看似天大的事情 可是过几年再一看 小事一周 如果放进历史的长河当中 那多少人的人生 百分之百都是过眼淫焉 忠见善恶 是非功过恩恩怨怨 多大点事 你不懂得 我得下去了 你妈要知道我跟你说这些 非跟我拼命不可 儿子 记住我说的那些话 所有的事情 都要顺其自然 这个地方不疼几次 长不大 好了 谢谢你 怎么样啊 上去吧 非常不错 我觉得它这个骨子里有一种 一边天然的东西 这很难得 不错 多谢阿明 李明过来了 非常不错 这是一份演员并合同 你先看一下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今天就签了吧 因为你是个新人 所以呢 酬金方面不会很高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 这个价钱在圈子里 是非常合理的 段爷 我没其他意思 就是这一次能跟明哥 还有陈老师他们一起拍戏 我太兴奋了 行了 回去好好准备 如果拍摄顺利的话 欢迎加入何家班 好 傻小子 还不赶快谢谢科老 谢谢大爷 行了行了行了 你先回去吧 老明 非常谢谢 这个 扣姐扣姐扣姐 扣姐 快掐我一下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我能抽你一下吗 可以啊 抽啊 真的 不是你真抽啊 不是你让我抽的吗 多好的机会啊 我马上就要和明哥还有陈老师这些一线顶级大伙合作了 对 就是你留一名 严好了就能进何家班 没错 进何家班 对 我终于可以进何家 叫什么 真这么高兴啊 真这么高兴啊 还行吧 是吗 那我跟我爸说去 哎 那我就再告诉你个消息 过几年呢 我爸就要退休了 所以整个合家班 就应该由我来接管 还高兴吗 高兴吗 真的假的呀 真的我替你高兴了 说实在话 这两年你真的帮了我不少 如果有一天我留一名真的可以帮到你 哥们儿我 在此不死 表决心呢 先请我吃饭吧 行啊 我要吃干锅牛啊 去了海州你两个月快走 去哪儿 海州 你老家 快点 门口等你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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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我爸他怎么了 你爸爸现在出现新衰衰衰 我建议你马上给他转院 毕竟咱那是两眼院设备有限 他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的 你爸爸老年痴呆症的病情发展得太快了 现在引起各脏器的衰竭 必须马上转院 那我现在怎么办 跟我来吧 咱们去办公室 好 你说 叶核桑的要求 离关系 请稍后带拨 sorry No matter girl is problem 你是个难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 今天没出去啊 我就在家里批批文件 怎么 你要出去啊 我想去看看孟妮 孟妮都已经表明太多了 你这样做 还有意义吗 她这两天一直关机 我有点担心 儿子 从小到大 你都是个有理智的孩子 怎么遇到感情的事情 就犯糊涂了呢 要学会适可而止 该放手的时候就要放手 人家都关机了 你再找上门去 这不就变成一种纠缠了吗 妈 好了 只好 听妈的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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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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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